天南地北谈法语 这个嫌疑犯终于被定罪了 他在几年前被告上法庭 今天终于判罪了 当初看到新闻的时候就在想 这种案件不知道要审多久 今天终于有结果了 他犯了什么法 多了 我逐项说给你听 刑切盗用公款非法借贷 还有强奸 强奸对象还是未成年少女 如果不是少女怀孕了 家长可能都不知道 这个平日里看起来随和有礼的林家叔叔 竟然是一匹狼 他可以说是罪行累累 说对了 罪行累累 这个我分得很清楚 疲累的累有三个读音 表示疲劳读累 读作第二声的雷有雷坠 雷雷 第二声的雷雷是个形容词 指接连成串的样子 比如果实雷雷 第三声的雷有积累和牵连的意思 譬如日积月累 第三声的雷也能叠音成词 也是形容词 但是雷雷的意思跟雷雷不同 雷雷形容积累的多 例如罪行累累 也指吕吕 例如累累失误 还真的分得很清楚 那当然 那个犯人罪行累累 被判监禁加上边刑 还是便宜他了 就应该让他终身监禁 免得出来祸害社会 说不定在监狱里受教育会改过自新呢 不容易 你知道还可以用哪句成语来表示罪行累累吗 嗯 作恶多端 作恶多端也不错 不过我现在想到的是另一个 是什么 着发男鼠 着发男鼠 没听过 着是着声的着 左边是个提手旁 右边是荣耀的药 右边的偏旁 哦 就是洗着盆的着 但是左边的三点水改换成提手旁 是的 带提手旁的着意思是拔 提拔的拔 发是头发的发 着是拔 发是头发 着发男鼠 着发的意思是拔头发 正确 男是男意的男 鼠是鼠数的鼠 着发男鼠 拔了头发也男鼠 你再仔细想想 这句成语可以指罪行累累 头发拔了也男鼠 给你提示 拔下全部头发难以鼠清 哦 我知道了 成语 着发男鼠 形容罪恶多得像头发那样 鼠也鼠不清 天南地北谈华语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 李林和谢嘉丽播讲 节目重温可以浏览IFM官方脸书 Facebook.com slash AIFM dot Malaysia 或浏览YouTube频道 搜寻天南地北谈华语 DiVIP